滚滚长江东市水 浪花淘尽英雄类 全军更近一杯酒 五白征战 几人回 不过有些英雄还是穿越回来了 可这一穿越就是几千年 我的肖强外号小强 一年前开始帮着神仙刘老六 接待从古代穿越到现代的历史名流 为了阻止回到过去的客户们改编历史 我刘老六让小强开着改造的面包车 回去去叫秦始皇了 你下去 你哪都有你 我先让李斯吃了诱惑草 他竟然想起自己上辈子 是个和我同时代的历史老师 在恢复了秦始皇的记忆之后 李斯现在再次带我去找嬴政 商量对付荆轲的方法 不过诱惑草的副作用就是 它会让人见惑性的失去记忆 比如刚到秦王大殿门口 我往李斯的马车里一看 我怎么会在这里 这是怎么回事 碰的一声 我又把门给摔上了 这诱惑草的副作用实在是太烦人了 等了大概没十分钟 李斯满脸歉意的下了车 不好意思 真的是身不由己啊 你啊 你去侦查一下赢哥现在的状况 要是清醒的你赶紧来叫我 好 李斯没过多久就跑出来了 我进去的时候清醒着呢 可是马上就快不行了 咱们只好是等下一波呢 什么下一波 下一波清醒的时候啊 我知道他下一波什么时候啊 再说等他好了 你又不行了 他说了 等他好了 马上就叫人来找你的 我只好百无聊赖的掏出根烟来点上 蒙义通过这么长的时间的接触 已经知道 我为人比较随意 便问 您这又是什么新手呢 来一根 我教你 好 我和蒙义一人一根烟抽着 等了一会儿就见内城里飞快的跑出了一个太监 气喘吁吁的说 拜王令 卓旗王一行人 速速进见 我急忙就往里跑 李斯叫道 哎呀 我还去不去呀 我这一波又乖过去了 跟上 蒙将军 你们也是 嗯 好吧 前世王见人齐了 开门见山的说 那个挂皮 终于来了 咋办呢 你 英哥 爷姐 李丞相也说了 咱们几个最好先碰一下头 我把药啊 先给磕子吃了 然后再商量这个事 把约吃了 还赏了个啥吧 玩那个挂皮 不吃了就完了呢 呃 大王 不是这么说 如果没有荆轲刺勤这件事做导火索 您还可能不至于那么快就下决心灭六国 这件事在您统一大业上 既是一个借口 也是一个由头 那么这件事如果被抹去的话 呃 我不知道会不会对您以后会产生影响啊 这李丝还真没白脚 他从宏观角度的考虑 我是没想到的 可是这样的话 难道二傻必须赐一回赢胖的 秦始皇毫不在乎的白白手说 哎 那的父亲 我知道 消灭六国 那方便的恨啊 啊 不用想别的 六国破灭 非兵不利 战不善 必在录秦呢 嗯 其实就算他们不录秦也不行 咱们秦国的生产力比他们高得多呀 这是本质上的区别 这么说的话 荆轲其实不用刺秦的 或者说他刺不刺秦根本影响不了以后的历史 没错 那我就放心了 可秦武阳怎么办啊 撒调 撒调 能统一的就统一 不能统一的就撒调撒调 做皇帝 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 记忆已定 李斯忽然犯病了 先大王就站在自己的身边 战战兢兢的拜扶在地 大王不能封王啊 推啊 银哥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就按每次十分钟见面 现在你还有五分钟 够商量个大概其的办法了吗 恶招人把他挂皮交来 你把鱼窝给他吃完 不就好了吗 这办法是不错 可是用什么理由叫磕子过来见我们呢 有什么明天就正式召见他们 今天先教他们写个规矩嘛 嗯嗯嗯 见皇上前都得在礼部眼里 虽然这里还没有礼部 建一国君主之前 调调调调 这很正常啊 那怎么把药给他吃呢 把这个苹果切成片 摆在盘子里头 就舍咱们秦国的特长 好好好 这办法可够绝的啊 这丝线不多了 银哥 你改揍了 先出去转一圈吧 最好啊 离这儿远点 剩下的都交给我 您什么时候想起我来 再来找我 好好好 我让蒙义派人去请荆轲 然后找来工具 做盘役 等一切都布置好了 只听门外 有人高声响咱们去找我 英国谁知道 士兵领着一个人进来了 这人是身材魁梧 两只眼睛 一只看着你的同时 另一只简直就像藏在太阳穴里 是二傻 没错 还不等我说话 忽然从傻子背后 又转出了一个人来 这人比荆轲还要高半头 满脸的横漏 哼 其国的国君 我也见过不少 怎么就你们 秦国的规矩 这么多呢 您是 十三岁杀人 听无恙 奇怪 这看样子不像碎包啊 就是有点缺心眼 还牛皮红红的 说什么十三岁杀人 这不是明白的 让人提防他 你怎么也来了 不是说 召见燕国使者续礼吗 赶快开始吧 怪我没办法说清 在我潜意识里 就根本没把秦武阳当块菜 但人家确实也是燕国的使者 这怎么办 干掉他很容易 可是那样的话 二傻肯定也会当场翻脸 有什么话就说吧 一般的理解我都懂 这个 秦国的律法呀 建王前必须熟知我国的国策 你们的国策 关我们建秦王什么事 这是为了咱们两国长远利益 都有什么内容 第一条呢 第一条 想要富 少生孩子 多种树 这倒听得新鲜 第二条 禁止随地大小便 这是你们的基本国策 第三条 二位听一下啊 说不定有用 什么 拦路抢劫 当场机密 下一条 呃 那个 你知道吗 据我们秦国的智囊研究啊 得出一个你们六国都不知道的结论 嗯 那又是什么 就是那个 那 出门坐车比走路更环保 什么 哎呃 你别急啊 下面我再给你讲一下我们秦国的文明公约啊 一共一百条啊 哎呀 这些我们可以不听嘛 你就说说 明天我们见秦王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就好了 哎 不行不行不行 这是规定啊 就算你们不听 我也必须讲瞒 呃 秦洗手 多通风 流感季节 别感冒 哎呀 谁想感冒啊 可是病毒不是我们家的呀 后面是什么 呃 不要到人口密集的地方去 啊 出门呢 尽量戴口罩 停 口罩是什么 第三条 秦洗澡 多吃瓜果蔬菜 身体好 哎 你不知道吗 燕国 那里蔬菜是多么的匮乏呀 注意素质 什么素质啊 要知道你代表的是燕国的形象 第四条 是公共场合 切莫大声喧哗 不要随地吐痰 或者乱丢废弃物 那个对不起了 我要先告辞一步了 至于后面的内容 你可以告诉金使者 由他传达我吧 我们初来大道 很多事情还要我回去安顿呢 哎 不再听会儿了 那后面讲到一百零三爱 一百零三恨 对治理贵国很有帮助的 有机会 再聆听高见的 高测 我转过身外 见金轲歪着脑袋 在打量我 我笑道 金使节 是不是觉得 我有点眼熟啊 你是要我一个 喝脏水的朋友 你那朋友 你那朋友不是死了吗 我也记得死了 可能还认识一个没死的 哦 哎 这是我们秦国的特产 尝尝 我不饿 这个很生津止渴的 也不渴 你不会是怕有毒吧 不怕 你们要杀我不用下毒 哎呀 千算万算 还是吃算 我没有算到傻子执拗的神经 他不想吃就绝不吃 他的逻辑永远就这么简单 嗯 哎 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 格涅的人 那是我的朋友 那 小赵呢 小赵 小赵是谁 为什么我觉得这么熟悉 来来来 咱呀 边吃边想 啊 他可老跟我说起你呢 二傻痴痴的看着我 机械性的拿起一块苹果 放进了嘴里 可是浑然不知去嚼 然后抱着头 苦恼的说 小赵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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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诱惑草摆在最明显的位置上 寻寻善诱的说 你啊 好好想想 说不定 马上就能想起来 柯子 要不要钱买硬池啊 你那半导体里的那些小人 也想你了 给我钱 我去买堅持 我大喜 把那片诱惑草放在他手里 还没等说什么 门口忽然冲进了一个人 大叫一声 瓜皮 哎 英哥 你先出去 一会儿我派人叫你 你再进来 英哥 你怎么不听 瓜皮 你够日的还想刺恶呢 你是秦王 英哥快跑 他还没恢复记忆呢 可是胖子再想跑已经晚了 英哥毕竟是杀手 他一把将胖子扯在怀里 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卡在赢胖子脖子上 然后面对着我恨他 不许动 恨他 别乱来 大家都是自己人 够日的 哼 你就知道 傻恶 你就知道 傻恶 英哥 冷静无比 烟室里 没有丝毫的情绪流露 他平静说道 在我杀你之前 你把欠我的三百块钱还给我 我一愣 只见二傻的脸上 已经有了笑意 再看他的双手 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就在秦始皇进门的那一瞬间 他已经把诱惑草吃了 这时 二傻已经放开了胖子 胖子在他手上狠狠地拍了一把 我给你个腿子 二傻跳到了胖子背上 掐着他脖子 高声叫道 还钱 胖子一边是满屋乱窜 一边喊 那又不是挂体 我还了钱 你就要傻我了 好了 好了 银哥 客子 咱们这时间不多了 咱先说正事 不要闹了 我三言两语告诉了金科 吃了诱惑草以后的弊端 银哥 大概还有五分钟 客子要长一些 客也多不了多长时间 你们自己看时间 觉得差不多了 就要自己去旁边屋里边待着 等好了再来找我 客子 找什么呢 我记得 我被射了两个洞 哎 吃了 你现在好了 没动吧 哎 我的小人 你带来了没有啊 啊 嘿嘿 哪东西带来也没用 哎 对了 你准备拿什么杀银哥呀 呃 用这个 金科忽然从背上 解下了一个圆筒 大概有羽毛球拍子那么长 然后呢 从筒里边倒出了一张牛皮卷来 你扒了那圈头 露出了藏在圈末的一把青铜剑 哎呀妈 这剑可真长啊 这有过去那匕首的两个半长 你叫 打算用这个 嗯 嗯 你娃狗狠 这回拿那个打架去啊 你怎么不再照以前那样拿一把匕首啊 本来是打了一把 可是我觉得不够长 就把地图做大 这样就能夹进去一把剑了 哎 这不是我教你的办法吗 你是怎么记起来的 哎 我也不知道 就是脑海里 模模糊糊的老出现这个法子 呃 好像脑袋里 有一个小人在提醒我一样 哈哈哈哈 那现在商量商量以后的事吧 啊 柯子 你以后就跟着银哥待着吧 那个秦武阳 哎呀 撒娇撒娇 不行 你们不能这么干 你跟他关系不错啊 他死不死我不管 可是这一件 我必须赐 哎 告知听 你们完了 你这是为什么呀 我如果连电影不上 很快天下人就都知道了 哦 你是怕人们说你当了叛徒 那这样吧 一会儿啊 你就回医馆 然后让银哥派人去抓你们 对外就说 你们四王的阴谋已经败露 到时候 秦武阳一死 谁也不知道你的下午 不行 还有什么事啊 太子丹对我不薄 我这么做对不起他 哎呀 他拿死条 你给他埋命啊 是啊 柯子 这是孤恩世慧 是为了让你宿命来了 你不会连这都不明白吧 我知道谁真的对我好 我知道谁真的对我好 我已经答应他了 那你就换个 杀了去 哎 银哥 别激动 那你想怎么办 你不会真的 想杀银哥吧 不行 哎呀 哎呀 骑死我了 银哥 你是不是快不行了 哎 你去那屋休息一下吧 哎呀 还有两分钟 你挂皮 把我骑得反兵了 灭活不整 哎 一个死脑筋 一个抱鼻涕 这对冤家什么时候 才能让我消停一会儿呢 我 你想想一次多加 你无数英雄从却要 没人如此多加 英雄连江山都不要 一瓶一瓶 一瓶一瓶 如此 蜿蜂摇摇 在北的江山都比不上 红颜一笑 像鸟一样困扰 放不住他眼光 像叹花枕声开 放不住他灿烂 小明眼泽放放放 怎么想就是他 换成反思来去 你连孤寂又是一万 大墙东去浪淘静 千古风流人物 狐泪喜别人 远到十三国中 浪是笔 乱是光云 尽陶烈烈烈 绝起千倍的雪 闭上轮静叹笑 坚强轮回飞烟灭 江山如此多加 英雄连江山都不要 一听一语如此 温柔要想 在北的江山都比不上 红颜一笑 想要一样的吗 放不住他眼光 像繁华转盛开 挡不住他灿烂 少年有何方法 怎么想都是他 红尘反思来去 没人孤寂又谁来 大墙东去浪淘静 千古风流人黄 鼓泪喜别人道是 三国中乱吃惊 乱是光云 尽陶烈烈烈烈 击千倍的雪 云上轮静叹笑 坚强轮回飞烟灭 绝对你 没人孤寂 没有你爱 没有我 你又再送人到我 一代一代没人想过 梦想之后 只是传说 江山如此多恶巧 因为我是我英雄 尽却要美人 你又此多恶巧 英雄连终生都不要 一瓶一瓶 如此温柔要叫 再美的精神 都比不上红颜一笑 小年了一笑 待美深情 两半树白颜色 是却 没人来接 去的花青春心 世世现成 沉着世纪 云花眼睛不开脚 扶而成半价 也穿下 不舍舍舰 传人眼带着 重新往前 沉入风门 走成紧张 擦肩老公 只是幻想 小飞小命 只为很年轻 明年首歌 对了小爱 这种生日 只会花几心的小剧 如来发明买的意 你又要吵架 感谢收听本集史上第一混乱 明天同一时间 小强的混乱生活依然快乐继续 本剧原著张小花 改编程寒 编辑海燕 监制好味群刘孝 演播张杰 爱宝梁 孝曾 本剧改编自七点中文网作品